百年蒸汽火车穿越樱花海的绝美作品 阿里山蒸汽火车 世界仅存古老奇特的捕鱼法 黄火捕鱼 以及银河系列等精彩作品超吸睛 这个作品名叫做黄火捕鱼 那这个所以这个叫做黄火 那捕鱼因为这些动物小动物 这些都是类似像丁香雨的东西 它就是看到火光 它会驱光就会跳起来 重点是这个已经快绝肌了 现在它已经没有在捕鱼的 摄影的作品当中又传递善的理念 所以呢真善美 其实同时借由不一样作者的一个展现 那让人是非常的感动 针对故事性 或者是这个张力 或者是构图 颜色的美学 然后意境 我觉得都非常代表台湾的东西 迈入第40年的嘉义市摄影学会 每年举办迎宰 提供全国摄影艺术爱好者一个交流平台 今年总共有618伏参赛 入选作品106伏 这次同时结合公益展出 举办作品意卖活动 所得经费将全额赞助嘉义市身心障碍团体 营长就是唤起大家对摄影的兴趣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参与 这次展出来的作品也会拿出来意卖 意卖的钱全部都会捐给弱势团体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学会 但是同样面临一个断层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很希望说有更多的心血 可以加入我们摄影学会 为我们的社会做一点事情 会中除了颁发奖牌给得奖人及参展作品者 黄英聪希望透过影展经验传承 让民众能欣赏到美丽永恒的瞬间 同时也能唤起社会大众 共同来关怀弱势团体 新唐亚太电视罗坚新芳雅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导